有个超爱吃醋的女朋友是种什么体验 当哭看到男主与其他女生坐在一起 杀人的含义简直是要刀了在场的所有人 放学后 回到家的男主立马给哭跪下道歉 解释称是因为那个女同学忘带了课本 所以才坐在了一起 可哭根本听不尽解释 准备抓住男主暴打一顿 然而看着男友吓尿了的模样 哭最后还是放过了他 第二天来到学校 哭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吉川 吉川听后感叹哭的吃醋方式是真的可怕 但哭却不觉得自己是在吃醋 他反而认为那更像是杀意 接着吉川询问哭男主会不会吃醋 结果哭发现两人在一起到现在 男主还真没吃过醋 也就在这时男主和石川从楼上走过 石川提醒吉川有人喊他过去 于是只剩下哭一人在这里图班牌 由于天气转凉 只穿了裙子的哭被冷地打了个喷嚏 路过的沟内健壮 二话不说将自己的外套盖在了哭的腿上 然而没过多久 男主突然从身后出现 看到哭腿上男人的外套 他立马将它拿起 随后将自己的外套给了哭 感受着衣服上的温度 哭幸福得快要爆炸 不过下一秒 男主竟将沟内的外套穿在了自己身上 也就在两人腻歪在一起的时候 沟内回来了 男主健壮赶忙将衣服脱下 穿上自己的外套给哭来了个拥抱后 离开了作案现场 而等哭把外套还给沟内后 男主再次出现 厄気持ちだ 何ニヤニヤしてんの 膝にかけてたにしては 腕のところまで温かいような